点 开始 再点 设定 点 时间与语言 再点 语言与地区 点 新增语言 选择要安装的语言 这以 日文 为例 点选 要安装的语言 再点 下一步 如果只要键盘输入选 语言套件 就可以了其他可以不选 选完点 安装 这大概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 安装完点 日文 后面的三个点 点 上移 再把上面的Windows显示语言改为 日本语 点 登出 重新登入后就变成日文作业系统了 感谢您观看 若有帮助请订阅点赞 请注意 更改作业系统语言可能需要一些下载和安装时间 并且某些应用程式可能无法完全切换至所选语言 此外 某些语言可能仅提供部分翻译或可能需要额外的语言套件 如果您想要切换使用者账户的语言 可以在账户中选择所需的语言 请注意 每个使用者账户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设定 如果您遇到任何问题或无法找到所需的语言选项 建议查阅Windows 11的官方文件或联系Microsoft的技术支援 以获得更具体的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